1969年的一天,命案频发的英国牛津市又发生了一起害人命案 死者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公交车女售票员,名叫珍妮 珍妮是被汽车撞死在一处偏僻的树林里 全身上下多处骨折,显然是遭车辆反复碾压所致 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太多指纹、脚印之类的可疑线索 不过,死者的指甲缝里残留着一些白色粉末 这些粉末究竟是什么,又是否与命案有关 还要等待法医的进一步检测结果 牛津警局老探长四叔对这起案件感到十分头疼 因为他的得力助手摩斯最近刻意躲了起来 半年前,四叔和摩斯共同揭露了一起涉及谋杀和道德沦丧的震撼丑闻 关于那起丑闻的来龙去脉 小伙伴们可以在悬疑movie的主页上 找到摩斯探长前传之永无相的解说了解详情 在那起案件中,四叔重枪负伤,摩斯则含冤入狱 半年后,伤势痊愈的四叔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摩斯也以洗脱罪名被释放了出来 不过由于案件牵扯到牛津郡正伤两届的权贵人物 警方最终选择草草结案,并封存了案件的全部资料 致使多名涉案人员逍遥法外 摩斯对这样的处理结果极度失望 因而在洗脱罪名后,他没有立即返回警局复职 而是以身体状态不佳为由,向警局请了长假 目前正借助在朋友的一处临终小屋内消极闭市 巧合的是,车尼被车辆碾死的位置 就在摩斯临时住所的附近 四叔在带着警员勘察现场时 刚好被驱车路过的摩斯撞见 但幸灰意冷的摩斯并没有下车跟四叔打招呼 而是悄悄躲避警方的视线,离开了命案现场 前往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丹哥家中串门 丹哥是当地的一名土豪 他的庄园距离摩斯的临时住所不远 来到丹哥家后,摩斯结识了丹哥性感奔放的妻子丹嫂 丹嫂丝毫没有已婚女子的矜持 对于帅气斯文的摩斯 他甚至多次出言撩拨 搞得摩斯颇为尴尬 就在摩斯消极避世,走进访友的同时 四叔独自对珍妮死亡案展开了调查 由于珍妮的死状极惨 四叔原本以为对方是死于仇杀 可经过调查后 他发现珍妮只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售票员 平时社交圈子极其狭窄 根本不可能有仇家 四叔通过对珍妮的母亲、男友等人的走访 基本搞清楚了珍妮遇害之前的行动轨迹 案发当晚 她曾和男友在一家游乐场约会 但中途两人闹翻 珍妮独自跑去游览鬼屋 死后就不知所踪 直到第二天 被人发现死在距离游乐场十几公里的树林里 由此看来 珍妮应该是在游览鬼屋时 被凶手绑到树林碾压至死 可游乐场的工作人员却声称 案发当晚 鬼屋内没有发生过异常情况 四叔忙活了半天 也没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不过另一边的摩斯倒是有了意外收获 在从丹戈庄园回住所的路上 他再次经过了命案现场 尽管没有参与查案 但出于职业习惯 摩斯还是跑到珍妮遇害现场周围转了一圈 结果无意中找到了一张高尔夫球场的积分卡 摩斯直觉认为 这张卡片可能跟珍妮之死有关 但由于憋了一肚子怨气 他还是不打算介入这起案件的调查 第二天晚上 摩斯又受邀参加了一位新朋友举办的派对 这位新朋友名叫比利 是不久前搬到当地的一名富豪 目前经营着几家合法的赌场 比利尽管已是家财万贯 但性格幽默豪爽 跟人交往也没什么架子 还经常在家里举办派对 邀请周边四邻参加 初次见到摩斯时 比利就在其面前 娴熟地玩了一个接硬币的小魔术 大大拉近了他和摩斯之间的距离 两人此后的几次会面都聊得十分开心 颇有点相见恨晚的意思 比利甚至主动邀请摩斯到自己的赌场帮忙 可摩斯对破案之外的工作毫无兴趣 因此挽掘了比利的好意 参加完比利的派对 刚回到临终小屋 摩斯就见到四叔已在这里等候 原来四叔几经周折 找到了摩斯的临时住所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劝说摩斯立即结束休假 协助自己调查珍妮遇害案 但此时的摩斯还在钻牛角尖 他当面质问四叔 为什么明知道警局高层勾连权贵人物 践踏法律的尊严 你还愿意回去当警察呢 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 四叔显得很坦诚 他表示自己只想守护一方平安 如果所有警察都跟摩斯一样 面对肮脏和黑暗时就选择消极逃避 那么那些不法分子岂不是会不战而胜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黑暗和肮脏吗 四叔的话让摩斯深受触动 但为了颜面 他还是拒绝立即回警局 只是将从命案现场 找到的高尔夫球场积分卡交给了四叔 两天后的晚上 摩斯照常来到比利家中参加派对 这一次比利给摩斯引荐了一位新朋友 此人名叫白爷 是英国最大的老虎鸡供应商 有着老虎鸡之王的称号 就在摩斯和白爷寒暄之际 住在附近的丹哥和丹嫂 也受邀前来参加比利的派对 摩斯不经意地注意到 丹嫂和比利望向彼此的眼神 都显得有些怪异 两人之间似是老相识 但言辞中又像是初次相见 摩斯对此颇为疑惑 恰在此时 四叔也来到了比利的派对现场 原来警方在死者珍妮的遗物中 找到了一枚比利赌场的筹码 因而四叔特来找比利问问情况 比利表示自己并不认识珍妮 况且案发当晚 她一直在赌桌上陪客人们玩牌 身边有很多时间证人 至于珍妮遗物中的筹码 可能是珍妮身前在赌场玩牌时顺手带走 或是其他赌客赠送给珍妮 赌场里的很多客人都有将筹码 当作纪念品带走的习惯 一无所获的四叔只得暂时告辞离开 离开之前 他见到摩斯正和白爷聊得火热 于是忍不住上前将摩斯叫到一边 在简单同步了案情调查进度后 四叔直截了当地提醒摩斯 最好不要整天跟比利和白爷这种人泡在一起 比利的身世非常神秘 对方是在四年前突然发迹 据说是白爷一手将其扶植起来 而白爷表面上是售卖老虎界的生意人 实际上可能涉足黑帮和毒品等非法行当 此外 警方在珍妮的笔记本上 发现了白爷的联系方式 尽管白爷跟比利一样 失口否认认识死者珍妮 但四叔直觉认为 珍妮之死与比利和白爷一定有关系 所以他希望摩斯好自为之 尽量跟这两个人保持距离 四叔前脚刚走 摩斯就被丹嫂拉到僻静的后院闲聊 丹嫂此时明显有些罪意 他向摩斯抱怨 自己的丈夫丹哥在外面养了一个情妇 尽管丹嫂不知道这位情妇的名字 但他听说对方是一名公交车售票员 丹嫂的话顿时让摩斯心中一惊 丹哥的情妇 不会就是在树林里 遭人用车碾压至死的珍妮吧 果真如此的话 丹哥显然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就在摩斯陷入疑惑之时 比利的别墅内传来嘈杂的争吵声 摩斯和丹嫂赶忙进屋查看 结果发现 是比利和丹哥当众打了起来 原来丹哥在堵桌上输了一大笔钱 加上刚才他已发现 比利贼眉鼠眼地盯着自己妻子 恼怒之下 丹哥以比利出老千为借口 跟对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在摩斯的圈组下 丹哥气呼呼地拉着妻子扬长而去 派对也在这场闹剧后 匆匆结束 等到客人们陆续离开 摩斯和比利进行了一场朋友间的坦诚交流 他向比利坦白了自己的警察身份 并询问比利到底认不认识死者珍妮 比利一口咬定 自己跟珍妮素不相识 他告诉摩斯 自己这辈子心里就只有一个女人 这个人就是刚刚离开的丹嫂 原来比利和丹嫂早年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时至今日 比利仍然久情难忘 甚至专门搬来丹嫂家父亲定居 比利一边跟摩斯聊着天 一边将摩斯送到对方住所附近的一处湖边 然后两人才互相道别各自回家 谁知摩斯刚回到临终小屋 就听到一声沉闷的枪响 等他循着枪声赶到湖边查看时 发现湖面上飘着一具尸体 尸体遭人一枪爆头 面部全毁 但从衣着来看 死者应该就是刚刚和摩斯分别的比利 最重要的是 死者的口袋里 有一枚黄金制成的幸运筹码 这是比利长期随身携带的物品 接到傍晚后的警方 随后在湖中打捞出了一把猎枪 经过鉴定正式射杀比利的凶器 比利的死让摩斯既震惊又悲伤 他终于决定回归警局 参与案件的调查 但鉴于摩斯跟比利的朋友关系 四叔担心 他在查案时会受到个人感情影响 因而 只让他先去调查珍妮遇害案 摩斯将比利和丹嫂的旧情 丹哥和比利之间的冲突 以及珍妮可能是丹哥情妇等信息 悉数同步给了四叔 从这些线索来看 丹哥明显是两起案件中的重大嫌疑人 为了确认这个推测 四叔直接对丹哥进行了盘问 没想到 丹哥声称 自己根本不认识珍妮 并指责妻子丹嫂胡姓多疑 经常臆测她跟其他女人有染 此外 丹哥还告诉四叔 珍妮和比利遇害时 自己都在家中睡觉 妻子丹嫂就是时间证人 谁知四叔在向丹嫂求证时 丹嫂却声称 案发当晚 自己也在睡觉 因而不知道丈夫有没有中途离开过 既然夫妇俩各执一词 至少说明 丹哥的不在场证明并不能成立 不仅如此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四叔又发现了两条 对丹哥极为不利的线索 一是 珍妮遇害的前一天 丹哥曾去高尔夫球场打过球 命案现场遗落的积分卡 很可能就是他的东西 二是 警方在一处路边 找到了碾死珍妮的汽车 而这辆车的主人正是丹哥 面对警方的再次盘问 以及全新的证据 丹哥承认 自己此前说了谎话 他和珍妮却有私情 珍妮遇害现场的 高尔夫球场积分卡 也是他的私人物品 不过 丹哥绝口否认 是自己杀害了珍妮 早在珍妮遇害的前一天 他的车子就被人偷走 他当时还报了失窃案 尽管丹哥的辩解 似有一定道理 警方也确实留有 他的失窃报警记录 但四叔仍然不能完全 排除丹哥的嫌疑 他决定 先将对方收押起来再说 并把自己查到的线索 同步给了摩斯 摩斯断然不相信 丹哥就是凶手 作为丹哥的老乡时 摩斯对其十分了解 像丹哥这种生活优渥 注重享乐的土豪 怎么可能为了一个情妇 或是与他人发生口诀 就犯下谋杀重罪 将自己的下半辈子 全都搭进去呢 摩斯总觉得 这两起案件另有蹊跷 为此 他重新调查了珍妮遇害 当天的行动轨迹 发现了两个 此前被四叔忽视的细节 一是 案发当晚 珍妮在游乐场射击摊位 玩打靶游戏时 摊位老板胡子格 曾送给珍妮一只猴子玩偶 但警方在案发现场 以及珍妮的遗物中 都没有找到这只玩偶 更为可疑的是 通常情况下 游客在玩打靶游戏时 只有十次击中靶心 才有机会赢得玩偶之类的奖品 而据目击者回忆 珍妮当晚枪枪拖把 可摊位老板胡子格 却主动将一只猴子玩偶送给了珍妮 另一个细节是案发当晚 在观看魔术比赛时 珍妮曾被魔术师的助理 拉到舞台上参与互动 目击者声称 魔术师的助理是一位眼神英智 满脸布满争獰八痕的中年男子 当摩斯和四叔再次来到游乐场 排查这两条线索时 设计探位的老板胡子格解释称 自己送给珍妮猴子玩偶 只是为了招揽生意 而魔术师助理八哥则不知所踪 摩斯和四叔还在其住所的床上 找到了珍妮丢失的猴子玩偶 令人意外的是猴子玩偶的填充物 不是普通的棉花 而是白粉 两人马上明白过来 设计探位老板送给珍妮玩偶 根本不是为了招揽生意 而是在移交毒品 珍妮很可能是一名参与运毒的犯罪分子 道上人称这种职业叫骆驼 难怪她的笔记本上 留有白爷的联系方式 看来表面上售卖老虎鸡的白爷 应该就是珍妮的货源 现在的问题是 珍妮运送的毒品 怎么会出现在魔术师助理八哥的屋内呢 难道这家伙也参与贩毒和运毒了吗 随后摩斯和四叔找到魔术师 向其了解八哥的情况 年过花甲的魔术师告诉两人 八哥不仅是他的助理 还是他的妹夫 几年前 八哥一家遭遇了一场火灾 魔术师的妹妹当场丧生 他的丈夫八哥也在火灾中严重毁容 甚至连嗓子都被烧坏 在魔术师看来 妹夫八哥之所以性格阴郁 只是因为毁容的缘故 对方应该不会做贩毒 运毒一类的违法勾当 摩斯也认为 八哥应该跟运毒案无关 或许猴子玩偶只是八哥捡来的东西 否则也不会被其随手丢在床上 如今八哥突然失踪 恐怕是担心自己牵扯进贩毒案 遭到警方和黑帮的双重追杀 这才一走了之 由于八哥下落不明 四叔和摩斯只得将胡子哥带回警局盘问 没想到这货的嘴还挺硬 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无奈之下 四叔和摩斯只得暂时放了胡子哥 然后找到白爷询问情况 老奸俱滑的白爷同样让摩斯和四叔碰了软钉子 半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提供 案件调查至此陷入了僵局 心有不甘的摩斯随后来到第二名死者比利的别墅插照线索 尽管别墅早就被警方详细搜查过 但心思细致的摩斯还是在一处隐蔽的角落里 找到了一只旧皮箱 箱子里有两件东西引起了摩斯的注意 其中一件是半张老照片 照片上是一名戴着近视眼镜的小男孩 看上去像是死者比利小时候的照片 不过摩斯从未见过比利戴眼镜 不知对方在什么时候治好了近视 另一件引起摩斯注意的东西是一本杂志 杂志中有一篇报道丹嫂私生活的八卦文章 文章详细记录了丹嫂从一名灰姑娘 到嫁给土豪丹哥的过程 此外 杂志的那一页还夹着一封分手信 写信人正是丹嫂 受信人则是一个名叫阿文的男子 摩斯猜测 阿文可能就是死者比利 否则 比利手里怎么会有这封分手信呢 当天下午 摩斯带着分手信 直接找到独自在家的丹嫂求证 丹嫂承认 比利确实是自己的旧日情人阿文 只是她至今也没搞明白 当年的穷酸小子阿文 是如何摇身变成了大富豪比利 至于自己和阿文过往的感情 丹嫂不愿多说 似有难言之隐 告别丹嫂之后 摩斯在回警局途中经过比利的别墅门口时 无意中见到别墅内居然亮着灯 好奇心驱使下 摩斯再次走进比利的别墅 结果着实吓了一大跳 已被警方认定死亡的比利 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摩斯面前 那么被人用猎枪抱头 死在湖里的人又是谁呢 好在眼前的比利 很快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摩斯 原来那晚在跟摩斯分别之后 比利就被一通电话叫到伦敦出差 由于走得实在太过匆忙 他没能来得及跟摩斯打声招呼 至于死在湖中的男子 比利猜测应该就是自己的牌友小杨 因为案发当天 小杨在牌桌上输了不少钱 跟其关系要好的比利 便将自己精致的幸运筹码送给对方 希望能让小杨转转运气 只可惜 幸运筹码最后没起什么卵用 直到输光了全部家当 小杨才不情不愿地独自离开了赌场 比利因此觉得 小杨应该是死于自杀 只是对方跟比利身材接近 两人当天又刚好穿着同款的衣服 加上小杨的兜里 还有比利赠送的精致筹码 所以警方才错将他当成了比利 在跟比利交流完之后 摩斯很快确认 小杨果然在几天前就已失踪 但负责尸检的法医却告诉摩斯 鉴于当下的技术 警方尽管不能确认 中枪身亡的死者到底是不是小杨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 死者根本不可能是自杀 因为作为凶器的猎枪 比死者的手臂还要长 死者几乎不可能用这把枪 对着自己的头部开枪 除此之外 第一名死者 珍妮指甲缝里的白色粉末 也已有了确切的检测结果 这些粉末中 掺杂着很多成分 包括树脂 乙柄醇 二氧化硅等物质 简单来说 这些都像是用来制作硅胶面具的材料 回到办公室后 摩斯将收集来的所有物证 重新翻看了一遍 这时 一本相册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本相册是摩斯在搜查 魔术师助理巴格的住所时 随手带回来的任务 相册中 有很多魔术师表演时的旧照片 其中有一个王牌节目叫瞬间转移 参与魔术表演的小男孩 需要从舞台的左门瞬间移动到右门 摩斯赫然发现 照片中表演魔术的小男孩 和他之前在比利家里 发现的半张老照片中的小男孩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半张老照片上的小男孩 戴着近视眼镜 表演魔术的男孩则没戴眼镜 这些魔术表演的照片 历史让摩斯恍然大悟 他急忙来到比利的别墅 想要再次找到比利确认一些情况 但比利此时已不在家中 摩斯在对方卧室的床头柜上 找到了一只眼镜盒 眼镜盒里除了一副近视眼镜外 还有半张老照片 这半张老照片 跟摩斯此前找到了另外半张老照片 刚好可以组成一张完整的照片 原来这是一对双胞胎的合影 照片中的兄弟俩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两人唯一的区别 就是一个人戴着眼镜 另一个人没戴眼镜 正是这张照片让摩斯想通了 整个案件的真相 不过在揭露案情之前 他还需要向丹嫂确认一件事 只是丹嫂此时已不在家里 摩斯只好叫上四叔 一起前往游乐场的魔术师筑地 想要问问那位花甲魔术师 是否知道照片的内情 结果两人刚到目的地 就发现丹嫂和比利都在这里 他们还牵着彼此的手 露出一脸幸福的表情 看上去已然重修就好 摩斯见状 突然抛给比利一枚硬币 示意对方接住 但比利没能成功接住硬币 摩斯对此心领神会 随后他告诉丹嫂 眼前的这个比利 根本不是真正的比利 因为真正的比利 不可能接不住硬币 在摩斯跟比利 初次见面的时候 比利就用娴熟的手法 玩了一个接硬币的小魔术 可眼前的这个比利 对摩斯抛去的硬币 动作却显得极为笨拙 摩斯据此推测 真正的比利其实已经遇害 湖面上漂浮的被猎枪爆头的尸体 其实就是比利本人 对方当晚在跟摩斯道别后 就遭人杀害 而杀死比利的凶手 正是眼前的这个冒牌比利 丹嫂应该知道此人的真实身份 摩斯的这番话 让丹嫂文之色变 她终于向众人道出了各种内情 真正的比利 其实就是丹嫂的旧情人阿文 这个我们此前已经知道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 阿文实际上是魔术师的亲生儿子 不仅如此 阿文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名字叫阿武 文武两兄弟几乎长得一母一样 魔术师正式利用这一点 设计出了王牌节目瞬间移动 可是为了守住这个魔术秘密 魔术师一直对外声称 自己只有一个儿子 并让另一个儿子 常年足不出户 隐居在幕后 这个被父亲隐藏起来的隐形人 就是阿文的弟弟阿武 后来丹嫂加入魔术剧团 并发现了双胞胎的秘密 还和其中的哥哥阿文谈起了恋爱 谁知 躲在暗处的阿武 同样看上了貌美的丹嫂 为了得到心上人 阿武假扮哥哥 要了丹嫂的身子 丹嫂得知真相后 羞愤交加 自觉没脸再跟男友交往 所以跟阿文提出了分手 致使阿文负气离开了魔术剧团 阿文走后不久 心情郁闷的丹嫂 也辞职告别了剧团 之后 她嫁给了当地的土豪丹哥 成为了一名阔太太 性格也由矜持变得有些放荡 多年之后 等到丹嫂再次在派对上 见到阿文时 阿文已经摇身 变成了经营赌场的大富豪比利 听完丹嫂的这番话 摩斯当场捋了捋思路 说出了自己对案件的全部推理 阿文离开剧团后 仍旧对丹嫂念念不忘 在得知丹嫂加入豪门 还登上了八卦杂志后 阿文就立誓要夺回心上人 恰在此时 她结识了售卖老虎鸡的白爷 白爷表面上是正经生意人 私底下却涉足黑帮和毒品生意 因而极需要一个 身世干净的心腹之人 替自己洗黑钱 阿文因此进入了白爷的视野 两人一拍即合 各取所需 短短四年后 在白爷的扶植下 阿文摇身变成了大富豪比利 并搬到了丹哥和丹嫂的庄园附近居住 想要通过进水楼台 重新追回丹嫂的芳心 但令阿文没想到的是 她的胞弟阿武也有着同样的想法 此时的阿武也有了一个新身份 那就是 魔术师的妹斧兼助理 巴格 当年阿文离开魔术剧团后 阿武就从幕后走到幕前 公开参与剧团的演出 魔术师为了掩盖这个儿子的真实身份 专门为其定做了一张硅胶面具 让他伪装成自己的妹斧巴格 甚至还编造了妹妹丧生 妹斧在火灾中毁容的谎话 欺骗周围的人 多年生活在阴影和面具之下 阿武的内心日渐扭曲 当他发现哥哥已然变成富豪 还试图追回丹嫂后 阿武的心态终于彻底失衡 他随即想出了一个杀人嫁祸 届时还魂的恶毒计划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就是先解决掉丹嫂的丈夫丹哥 为此 阿武先是偷了丹哥的汽车 然后绑架和碾死了丹哥的情妇珍妮 并把丹哥的高尔夫球场积分卡 丢弃在命案现场 将杀人的嫌疑引到了丹哥身上 倒霉的珍妮在遇害时 用手抓到了阿武脸上的面具 在指甲缝里留下了白色粉末 从而给摩斯最终的破案提供了线索 在阿武看来 只要丹哥因为杀人罪行被抓 本来就对阿文旧情难忘的丹嫂 自然会回到阿文的身边 在此之前 阿武只要在设计杀死哥哥阿文 就可以凭借着跟哥哥一模一样的容貌和声音 取代阿文的身份 跟丹嫂一起过上渴望中的生活 在绑架珍妮的过程中 阿武还意外发现 珍妮居然是一只运毒的骆驼 于是就故意将对方手里装有白粉的猴子玩偶 放到自己床上 阿武这么做的目的 刚好给自己假扮的八哥突然失踪 找到了一个理由 此外 为了让警方相信比利没有死 阿武还给摩斯提供了误导信息 让摩斯误以为 湖中发现的尸体是比利的牌友小羊 至于真正的小羊 恐怕也已遭到阿武灭口 听完摩斯的推理 假扮哥哥的阿武还想上前争辩几句 结果他刚一开口 就被边上的魔术师父亲开枪击毙 作为双胞胎的父亲 魔术师当然知道 眼前的儿子是阿武而非阿文 他是现场第一个完全理解摩斯推理的人 所以他当即立断 亲手杀死了小儿子 算是给大儿子报了仇 故事的最后 警方找到了小羊的尸体 而魔术师则因为故意杀人 遭到警方拘捕 他随后向摩斯和四叔 说出了一个颇为讽刺的真相 当年 魔术师极度沉迷于魔术表演 在策划出王牌节目瞬间移动后 魔术师需要让两个儿子中的艺人 常年藏身于幕后 对于到底选谁 作为隐形人的艰难抉择 魔术师竟然只是用抛硬币的方法 轻易决定了小儿子阿武的命运 正是他的草率行为 为这场涉及四条人命的悲剧 埋下了祸根 不知道此时深陷淋雨的他 是否对当初的所作所为追悔莫及 由于案件告破 此前遭到四叔收押的丹哥被无罪释放 丹嫂在经历了这场变故后 也收起了水晶洋花的性格 打算跟丈夫一起好好过日子 侦破此案的摩斯 宣布正式回归警局 未来的牛津市 还有更多离奇的命案发生 等着他和四叔一起携手奋进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摩斯探长前传中 烧脑案件旋转木马 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 克里斯托夫诺兰的经典影片 致命魔术 不知道编导有没有借鉴后者的创意 此外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总共讲解了 摩斯探长前传中的七个案件 几乎每个案件都极其复杂 文案做起来费时费力 希望喜欢的小伙伴们多多鼓励 这样我们才有信心继续坚持做下去哦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犯罪和推理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咯 隔